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解决问题 问题是很多种类型的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下一轮的学习 来看一下我们本周的知识导航 这一周我们来学习一些较为复杂的典型的问题 比如说平均数问题 核背问题 差背问题等 但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在之前都有把它们作为小的专题拿出来讲过 对吧 但是在具体的数学问题或者是实际的应用中 把它们融入到里面去 还会稍微再增加一点难度 因为增加了一个理解提议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些问题的数量关系比较隐蔽 往往需要通过适当的转化 使数量关系明朗化 从而找到解题的思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样隐蔽的条件呢 我们一起做一个小侦探 一起来寻找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例提一 甲乙丙三个公司到汽车制造厂订购了18辆汽车 按照合同呢 是三个公司平均分配 那么付款的时候 丙没有带钱 甲公司付出了10辆车的钱 乙公司付出了8辆车的钱 丙公司应该要付90万元 问甲乙两公司应该收回多少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一共是18辆车 对吧 按照合同三个公司平均分配 那每个公司应该分得几辆车 用除法 这是平均数问题了 对吧 18除以3等于6辆 这是每个公司提车的量数 但是提车付款的时候 丙他没有带钱 那么怎么办呢 甲和乙带的钱比较多 所以甲和乙一共先把这18辆车的钱付掉 其中甲公司是付出了10辆车 乙公司是付出了8辆车的钱 那么回去之后 丙肯定要把 哎 自己应该拿的钱拿出来呀 对吧 拿出来还给甲和乙 那么要还给甲多少 还给乙多少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丙公司应该付款90万元 那么也就是说 丙公司它的6辆车的实际价值是90万元 对吧 那么一辆车的价值是多少元 90除以6等于15万元 那么也就是说一辆车呢 是15万元 现在来看一下 甲一丙三个公司 其实都是只用了6辆车 对吧 但是在付钱的时候 甲公司是付出了10辆车的钱 所以他多付了几辆车的钱啊 多付了10减6辆 那么他应该收回多少钱 每一辆是15万元 那么再乘以15 那么就等于4乘以15是60万元 这是甲公司应该收回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 丙公司呢 丙公司现在也是有6辆车 对吧 但是他付钱的时候付了8辆车的钱 所以多付了两辆 多付了的应该要收回来 8减6 扩下乘以15等于30万元 那么也就是说 丙公司回来拿到钱以后 要付给甲公司60万元 付给乙公司30万元 一共是90万元 对吧 那么写上完整的答应就可以了 答 甲一两公司应收回 甲是60万元 乙是30万元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道题目 题目中没有直接给出太多的信息 但是间接给出的信息还是挺多的 对吧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条件求出我们想要的最直接的条件 那么在这个题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就是丙公司应该付款多少钱 他应该付款多少钱 再结合他的6辆车就可以求出每辆车的单价 那么每辆车的价钱求出来以后 其他问题其实都非常简单了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纸一反三的巩固联系题 王叔叔和李叔叔去江边钓鱼 王叔叔钓了7条鱼 李叔叔钓了11条鱼 中午来了位游客 王叔叔和李叔叔把钓的鱼烧熟以后呢 平均分成了三份 餐后 这位游客付了6元钱给王叔叔和李叔叔两人 问王叔叔和李叔叔各应得多少元 首先来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 王叔叔和李叔叔把钓的鱼烧熟以后平均分成三份 请问一共有多少条鱼 一共是7加11等于18条鱼 对吧 平均分成三份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吃了几条鱼啊 用厨法 厨以三等于6条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吃了6条鱼 对吧 那么这里面谁是不劳而获的 谁是没有去钓鱼啊 游客 对吧 游客他没有去钓鱼 但是他吃了6条鱼 所以他要给钱 他给了多少钱 给了6元钱 那么他吃了6条鱼给了6元钱 说明一条鱼是多少钱 6除以6等于1元 那么一条鱼的价值是1元钱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王叔叔是钓了7条鱼 王叔叔钓了7条鱼 他吃了几条鱼啊 吃了6条鱼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他还有一条鱼是多鱼是可以卖的 对吧 卖给了谁 卖给了游客了 对吧 所以王叔叔应该收回7减6乘以1 他多出来的鱼的条数乘以每条鱼的单价1 就等于1元 那么同样的道理 李叔叔呢 李叔叔他是钓了11条鱼 对吧 他自己吃了几条呀 吃了6条 所以他还有5条鱼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被谁吃了呀 被游客吃了 对吧 所以11减6再乘以1就等于5元 那么也就是说游客付的这6元 其中1元要给王叔叔 另外5元要给李叔叔 然后写上完整的大约就可以了 王叔叔和李叔叔各应得 王叔叔是1元啊 李叔叔是5元 那么这个题目和我们的王牌例题其实是类似的 对吧 那么也是给出的条件并不是我们非常想要的最直接的条件 但是给出的信息还是挺多的 我们可以根据题目中给出的信息 找出来隐蔽的条件 隐蔽的条件是什么呀 这个题目中隐蔽的条件就是游客吃了6条鱼 根据这个条件就可以求出进一步隐蔽的条件 每条鱼是1元钱 那么这样的话 后面的问题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王牌例题2 加工一批零件 徒弟单独做要10小时 师傅单独做要8小时 以至师傅比徒弟每小时多做3个零件 问这批零件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徒弟他自己做是要10个小时的 是同一批零件 对吧 数量是一样的 如果师傅单独做的话需要8个小时 以至师傅比徒弟每小时多做3个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同样这批零件 师傅比徒弟每小时多做3个 那么当师傅做完8个小时的时候 如果徒弟同步进行的话 徒弟一共比师傅少做了多少个 一个小时少做3个 对吧 8个小时少做3乘以8 那么这是8个小时中徒弟比师傅少做的 他少做了之后要怎么办 他用自己的时间补上呀 对吧 他又补了几个小时啊 10减8等于2 他又补了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他比师傅少做的这些 他用自己的时间又补做了 两个小时补做了这么多 那么徒弟一个小时做多少啊 用除法 那么就等于24除以2等于12个 所以徒弟每小时做12个 那么来看一下这批零件一共有多少个呀 徒弟每小时做12个 徒弟要做10个小时 那么12乘以10等于120个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案语就可以了 答这批零件一共有120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需要我们去找其中的隐蔽条件 什么隐蔽条件呢 师傅比徒弟每小时多做三个 那么当师傅做了8个小时 徒弟也做了8个小时的时候 徒弟比师傅一共少做了24个 3乘以8等于24个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少做的这24个徒弟只能再多花时间去做完了 多花了几个小时 多花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完成了24个 所以徒弟每个小时做多少个用厨房 24除以2等于12个 然后再求出来这批零件一共有多少个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道巩固练习题案 第一题 妈妈去超市买水果 她所带的钱正好能买18千克苹果 或者是24千克里是或者 苹果是18千克 对吧 以至每千克的梨比苹果便宜两元 所以谁比较贵啊 苹果比较贵 对吧 问妈妈供带了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是比较贵的 也就是说我只能买18千克的苹果 但是如果我买梨的话 我能买24千克 那么接下来来想一下 假如我只买18千克的梨 我还能剩下多少钱 只买18千克的梨 来看 妈妈带的钱数其实是买18千克苹果的 对吧 但是她就想买18千克梨 那么一千克梨比一千克苹果便宜两元 对吧 那18千克梨比18千克苹果便宜多少钱 便宜 18乘以2等于36元 对吧 那么这36元我要把它全化光 我还要买梨 又买了多少梨呢 刚才买了18千克了 对吧 我还能买多少千克 还能买24减去18千克 对吧 也就是说这些钱数 我能买这么多千克的梨 所以每千克梨是多少钱用什么法 除法 那么就等于36除以6等于6元 所以梨子的单价是6元 问妈妈一共带了多少钱 我可以买24千克梨吗 那么24乘以6就等于144元 然后写上完整的单语 打妈妈一共是带了144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和我们的例题稍微有一点点的辨识 对吧 但是思考起来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 首先妈妈带的这些钱数 是能买18千克苹果的 那么我就先买18千克梨 对吧 如果买18千克苹果是正好花完的 但是如果我买18千克梨是有剩余的 剩余多少 1000克梨找回2元 1000克梨找回2元 18千克梨找回了36元 对吧 找回36元 我继续买梨 我又买了多少千克 你看梨是买了24千克 对吧 所以我还能再买24-18等于6千克 好 我拿着36元又买了6千克的梨 那么1000克梨多少钱 用厨法 36除以6等于6元 梨再单加油了 那么妈妈一共带了多少钱 就可以迎人二截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王牌力题二 快车和慢车同时从甲地开往椅地 快车行完全程只用了4小时 而慢车用了6小时 已知慢车比快车每小时少行驶25千米 问快车每小时行驶多少千米 问的是快车的速度 快车的速度确实不知道 对吧 那么慢车的速度知道吗 慢车的速度也不知道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找一下隐藏的条件了 来看 是快车和慢车同时从甲地开往椅地 同时而且距离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甲地到椅地嘛 快车行驶完全程是4小时 慢车行驶完全程是6小时 那么也就是说慢车多用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呀 因为慢车走的慢呀 哎 我们来看一下 当快车到达的时候 一共是用了4个小时 这个时候慢车在哪里呀 快车每走一个小时 慢车就比他少25千米 走两个小时少两个25 走三个小时落后三个25 当快车走了4个小时到达终点的时候 慢车在他的后面落下了多少 落下了4个25 对吧 25乘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快车已经到了 可以在那里休息了 加油了 但是慢车还在后面往前跑呢 又跑了几个小时才到呀 又跑了两个小时 所以慢车的速度是什么呀 这个是快车到达终点的时候 慢车距离终点的距离 那么慢车又跑了两个小时 到达到达的终点 那么慢车每个小时跑多少 用什么法 除法 对吧 那么就等于100除以2 等于50千米 慢车每小时是行驶50千米 慢车的速度有了 来看一下快车的速度 快车的速度 就是50加上25 等于75千米 然后写上完整的大约就可以了 大快车每小时行驶75千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其实还是要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差距 对吧 快车走得快 快车从假地开往 已经用了四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 它都到达终点了 对吧 但是慢车走得慢呀 慢车一个小时 比快车少走25 一个小时少走25 当快车四个小时 到达终点的时候 慢车在它的后面 已经被落下了 四个25 就是100千米了 对吧 这100千米 它还得跑完呀 它又往前跑 它跑了几个小时 跑了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跑了100千米 所以一个小时的 也就是说速度 就是50千米每小时 对吧 然后快车的 再加上25就可以了 再加上25%的高速地公路 再加上25%的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